歡迎回到戀上文化 迪明 今天我想跟你討論一個 香港不是獨有的文化 是一個比較普遍的文化 就是香港人很喜歡去旅行 是的 香港人的旅遊文化 我又想起一些不開心的事 剛剛菲律賓那件事 你們知道以前香港人都很喜歡出門 他們還要一家大小出門 他們很喜歡假期 尤其是剛才暑假 一家人出門 他們就比較不幸 但其他很多時候我們香港的朋友都很開心 一個行李去就三個行李回來 因為我發覺自從 可能是我入了大專之後 我發覺譬如說 讀書的時候已經是比較窮困 是 但可能有些假期的時候 那些同學已經不斷開始去旅行 然後畢業又要去畢業旅行 很幸福 然後出來工作 那些人呢 是一到期 即是過了幾個月 我上了幾個月工 我正常 獎你自己 我有些年假 又去旅行 然後又去旅行 變成我經常聽到身邊的人 剛剛去完日本 剛剛去完澳洲 剛剛去完哪裏 上海那些 整天都有這些事情發生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自己出身比較基層 我很羨慕 去旅行 尤其是我大家庭 我還有小弟妹 加上爹媽媽五口子 其實去旅行都很負擔很重 是的 所以小時候聽別人說 爹媽媽帶我去北海道 小學 其實我那裡已經基層家庭比較多 嗯 有人去北海道 但通常都聽他們回鄉 小學就知道北海道在哪裏 很厲害啊 我記得 小學就知道北海道在哪裏 我不知道在哪裏 很遠 他說很遠 還有他拿照片回來炫耀那一刻 就很冷 就知道下雪 我小學最感恩的都是去G-Shot 是嗎 不要去旅行那麼遙遠 沒有的 然後呢 我已經回大陸了 還要去那些少慶七星癌 即是兩日破仔那些 已經很開心很幸福了 覺得 但是長大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我家庭的影響 尤其是我爸爸 還有我另一半的影響 他就說不要出國了 我們回大陸 我們走在大陸 我們都救了我們一輩子 所以其實 旅遊對我來說 很老實 我是衝不出亞洲的 是的 暫時還衝不出亞洲 我和你一樣我都沒有衝出亞洲 我最遠途只是去了東京 我也是 泰國 泰國我也是 台灣而已 台灣我也是 坦白說 幾少路我去過 還有南韓 即是韓國 其他地方我都沒有去過 其實你說去旅行 可能我比你更好 是嗎 因為我自從 帶他去日本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我說 讀大學大專之前 其實我 跟家人去旅行 我很小時候 五六歲的時候 跟我爸爸媽媽我哥 去澳門去中山 然後 之後就沒有一家人去過旅行 唉呀 然後到我差不多 不是差不多 到我二十歲的時候 才第一次坐飛機 那我好像比你幸福 原來我發覺一歲之前 寶寶手舖已經搭飛機 是的 我飛行李數比較多 去哪裡 回鄉下 因為我香港比較遠 香港要搭飛機 即是我浙江人 你搭飛機 我想你當時也不知道自己在搭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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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是我媽媽告訴我 你寶寶手舖的時候要搭飛機 交流團 哦交流團 是的 但是交流團也挺好的 挺好的 就是很好的學習經歷 然後到之後可能讀書的時候 就去泰國 去台灣 然後畢業旅行就去日本 但是因為看到現在身邊的同學 去旅行去得很密 真的很密 譬如說 可能 最疏半年一次 石先生那些又去完澳洲 現在又說去日本那些 就是做事 有些做事 有些玩 然後可能有些同學 當然有些同學很喜歡日本 即是定期就去一次日本 但現在日本很貴 我想說 現在9.2元 真的 癲 癲癲 癲癲 太過分了 你去過這麼多地方 你最喜歡哪個地方 最喜歡哪個地方 其實我反而最喜歡自己的國家 真的很老實 是 即是最喜歡中國的地方 是的 即是我也喜歡我鄉下 首先我很喜歡我鄉下 我鄉下告訴我的聽眾 就是金華 金華是甚麼 金華火腿 是的 還有黃大仙 就是我的家鄉出品 你的鄉下是金華 是的 在哪裏附近 大家有沒有聽過環店影城 聽過 就是那裏了 是的 其實那裏我是乘飛機 要去到杭州 然後再轉巴士回去 我鄉下 所以為何說比較遠 因為我以前回鄉下一定是乘飛機的 現在呢 你乘火車都可以的 很久一點 希望香港快點 盡快通車 高鐵 高鐵 就可以去到上海再轉 網絡越來越好 就可以快一點 方便一點 其實我 如果你說內地 我主要去過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北京 一個就是成都重慶 這個我也去過 那我就 我去到駱山大佛 沒有 反而沒有 因為我那時候 如果不要說 如果成都重慶 其實那時候 都是學校的交流團 都是上課堂 到處走 但是我看到其實 我去到成都 對於那些景點 都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印象 反而去最開心 就是去到很多大商場的地方 又很開心 你購物狂 我不是購物狂 就是你見識的 如果你這樣說 我國家 我都走得比較多 比你多一點 北京也去過 北京 上海 其實很想去上海 上海是 一輩子 應該快點增進去吧 去不了 對 譬如在杭州 我去過江西 江西 我值得去什麼地方 譬如在井江山 革命根據地 我去年去的是南昌 四大火爐之一 因為太熱了 而且太曬 很熱嗎 對 是四大火爐 好像西游記那時候 我穿全程穿長袖衣 因為太曬太熱了 還有去過 我覺得 除了我鄉下之外 最深刻的 最喜歡的地方 就是雲南 我去過鄉格里拉 哇 那裡真的很漂亮 而且晚上有很多星 因為那地方真的沒有電 沒有污染 沒有污染 但內河有少許的高原反應 比較辛苦 其實我很希望去四川 狗仔溝的地方 我真的很想去 我去不了太遠 因為太入 而且比較辛苦 而且它有限天氣 你太冷的時候 它結冰 就車上不了 其他地方 譬如去過華山 去鄰檢 其實現在很多人 都喜歡回內地旅行 看景 對 其實真的很漂亮 而且現在的路 和飲食都 比較衛生 質素比較高 也值得去一下 內地的一些大城市 例如北京 成都 這些去過 還有上海 很想去 北京也想再去 因為我上去是2004年 我想我現在去的景象 應該是完全不同 是啊很不同 但其實我最喜愛的 都是日本 嗯 因為你喜歡日本的 那種繁華都市的氣息 但我又不覺得很特別 就是我去是 在學校有個 scholarship 是 全班同學去當畢業旅行 是 那我又不覺得東京 令我覺得 不是 但我印象中聽你說 我很多時候都不是自己逛街 而是跟著學校去這裏 但我們也有逛街的 嗯 但我們也有去蝕谷的地方 嗯 但它不是我想像之中 這麼繁華 始終我覺得香港 是個很繁華的地方 其實它呢 其實你這樣逛街 就覺得 好像是 只不過比香港的燈箱更漂亮 嗯 我又覺得差不多 它真正的 它真正的 它真正的魔力 其實是那些買東西的店 可能我的窮苦學生去到 我沒什麼買東西 沒這麼說 我比你更同分 就是逛街 我比你更同分 純粹逛街 就是 它那些東西呢 為什麼說 令人印象深刻呢 是 因為 同一隻牌子 同一款的東西 我在日本買 竟然是便宜一倍 喂 你來到香港你運費不用嗎 租金不用 人工不用 計算就對了 因為我聽到一些人說 譬如說 可能是香港有些款的一些鞋 香港炒貴了 嗯 但其實在日本呢 這些是很普通的款 是啊 所以你在日本賣不貴 是普通的 還有譬如說 有一些牌子的衣服 我覺得是OK 譬如說 是 跟Levi's這樣計算 日本有的款 香港沒有的 嗯 因為它那個消費模式 有些不同 還有再說東京的迪士尼 我想 真的跟香港差很遠 我沒有去過 是啊 因為我去東京那次也說 就是我去看舞台劇 但是我很記得我去看一個 就是他們那些能劇 外面門口竟然有很大的摩天輪 還有那些機龍遊戲的時候很想玩 但是也沒有去到的 那如果你這麼說 我去韓國的時候 我去首爾 那我又有玩到他們的機龍遊戲 都挺好玩的 韓國那裡有些同學去過 是女生來的 好像說其實消費不貴 而且買了很多衣服回來的 是啊 我這些同學是送去買衣服的 因為韓國其實現在的溫度 是跌到很低的 嗯 就是有史以來最低的 就是我前年去了 已經 買東西 就算我們亂逛 我們都會逛去一個批發的店 還有韓國如果你的衣服 你會覺得跟香港的文化比較近 嗯 那個潮流 就是不激的 都是比較平實一些 舒服為主的 因為去韓國呢 我這些同學說 去的十天 其實只是花了幾千元 是啊 我們那時候都是爽吃東西的 已經 還有爽買的 是啊 都很划算 其實它跟日本有什麼分別呢 我又沒有去過 跟日本有什麼分別啊 可能我又覺得不是很大 很特別大差異 就是真的 都像的 都像的 都是很繁華 還有很乾淨的 但是 最大分別是人 是 就是什麼人呢 那些女生 就是 整容 大家都化妝 韓國 是啊 大家都化妝 穿着校服的 大家都打眼皮 但是不知為何 一穿便服的就是雙眼皮 那些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他們畢業 一畢業就是第一個 你畢業就是去旅行 他們畢業就是做什麼 整容 就是啦 因為每個人都打眼皮 我看到 所以每個人都去做 所以我覺得自己去韓首爾 我覺得自己很美 真的 真的 是真的,在香港不會有這個感覺 但去到我都覺得很美,因為我天然的嘛,沒有弄過用 但人們說韓國多美女,是不是真的? 全部弄的 但你不漂亮,你就這樣看? 我不覺得漂亮 我全部看見都是打眼皮的 還有剪齊飲頭 其實大家都很喜歡那些所謂的嫁妹 但我在日本,走過七天街 我的眼睛不斷在周圍scan 但完全發現不少有美女 不過我覺得最大的,譬如譬如困難去到那些地方 日本你還猜到那些字發生什麼事 韓國真的不知道 因為他是用他的文字的 韓國人的英語水平如何? 比日本好 那也好一點 對呀,日本真的一粒字都不明白他所說的 好一點,因為那時候去日本 那時候我和我的朋友想逛一下 Biving A的那間店 我問日本人 但已經是一間這麼國際化的店 那間店應該有很多遊客去 他英文都很差 他當然是明白我說Biving A的那間店 但我問他 我自己英文都很差 當然是用最淺白的字 我用最淺白的字去問他 Biving A的那間店 他可以是不太明白的 是否我的話說得不好呢? 因為你這樣說 我有一個很特別的字 我也很記得 嗯 就是我去到日本問路 竟然問到香港人 是呀 然後他在日本留學的香港人 是 所以其實原來我們香港人 你講回剛才上一部分 就是原來香港有很多人都去日本留學 我家裡也有一個 是呀 即是我叔叔 原來他很早期是日本留學的人 他現在是做翻譯的 現在回來香港 其實我自己也有一些朋友 日本留學 其實日本留學都很貴 貴 現在是9.2 有史以來最高 以前我很記得我小時候是對六 是呀 六 我去日本當年都是對七個半 我去那時候 七個半 然後我剛剛另一半去日本一回合 九元 所以 是否合餅費 我在日本買東西回來 絕對沒有貶值 是呀 沒有的 絕對沒有貶值 所以他現在回合就對了 可能我覺得在日本買了2500元 香港已經在賣3500 3600 是呀 所以有些 譬如我現在上去Yahoo的拍賣網 可能有些我懷疑 就是那邊正在讀大學的人 輸的人 然後在那邊搜到那邊 然後他就在香港的Yahoo開賣 其實我想很多人都會這樣做 然後他就直接在日本寄過來 嗯 其實我都覺得是一個留學生的商機 商機來的 他又有香港的戶口 對付錢過來就會方便些 還有旅遊 香港有一個很特別的旅遊文化 是 別人呢你有沒有留意大陸 或者日本 韓國人來香港玩 他一定穿得很漂亮 嗯 但香港人去旅行呢 很稀奇 很稀奇 通常穿什麼爛衣 爛褲爛波鞋 去到就扔 然後買一雙新的 短褲啊 拖鞋啊 這樣 對 這個是香港獨有的文化 香港人才會這樣 你說我又覺得 大家去旅行一定是有這麼稀奇 最舒服為主 而且尤其是去日本 去日本 那個行李箱是刺的 對 鞋是爛的 去到買到馬上穿 馬上穿 馬上穿 我那時候去日本回來 是拿了兩個紅白藍膠袋 這麼搞笑 是的 到時即場買紅白藍膠袋 嗯 然後托回來 以前也是的 泰國也是的 現在不敢去泰國而已 其實泰國和台灣都可以說一下 不如我們今集說到這麼多 下次再跟大家聊好嗎 好啊 如果大家想聽我們的節目 歡迎上我們transdear.com 多謝大家支持我們 《戀愛文化》這個節目 好 拜拜 拜拜